大家好 发了个帖子 抨击了一下同行随意散播坦克100的谣言 但是车评要被打脸 那是分分钟的事 今天坦克100真的来了 来自天地良心汽车 我相信屏幕前聪明的你已经看出来了 它是源自四代吉姆尼去改装的 要说这新吉姆尼之前国五那批版本就要30万左右 那年后推出的国六版本据说要32万8800 也就是说这台车这么一改装一起花的费用 我估计至少得两台坦克300 虽然车身来自吉姆尼 但是这个前脸一看就是坦克 连大灯都跟坦克300是一模一样的 而中网是天地良心自主设计 上面是他们的银闪闪的logo 大大的良心 下方这个坦克300同样的前杠是碳纤维的设计 一看就是重新开模打造 估计价格不菲 前机盖也是重新开模打造的 因为吉姆尼的机盖是平的 而坦克的机盖中间是有凸起的 这个细节非常到位 下方有碳纤维的轮煤 同时换了一个泥地台 吉姆尼的整具只有两本二五 好处就是它哪都能过 别人过不去的地方你能过 你过去的地方别人不能过 大家都限车了 你还能出去报信 而精髓呢在后面 看得没 它是一个敞篷版的坦克100 要说把一台吉姆尼切了个顶 我这真挺心疼的 但是效果直接拉满 尾灯是坦克300的 说实话在这台车上有点大 要再小一点就好了 但是后杠是重新定制的 而且这儿的八景是铁子 改为敞篷车以后呢 它就没有那个侧开式尾门了 但这不重要啊 它现在的好处是解决了原生吉姆尼车厅最大的通点 就是后门上车不方便 我给你演示一下 嘿 上来 敞篷硬派越野车绝对的风骚又拉风 这个内饰虽然说还是一个四代吉姆尼的内饰 但是精髓在于它把这个空调出风口啊 换成了坦克300的造型 而且给你改了一个白色的皮质座椅 再加上这个门板的奥汉塔罗材料 这个豪华感气氛就上来了 料我跟大家说啊 这个小型硬派越野车有一个好 就如果你想到后门那台车的漂亮面子笑一笑 你可以在车里让车摇起来 我刚发现一个细节啊 就是原来的三代吉姆尼是机械式的空调内外循环前换 到了2020年这个四代的吉姆尼还是机械式的 而且呢它把原来电子的分动箱换挡机构 改成了一个机械式 你现在挂两区挂四区挂4L 直接挂到空档 然后4L就挂上了 特别快 动力呢并没有改变 它还是吉姆尼的那个102马力的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了一个纵制的4AT变动箱 没错只有四个档 那长城如果做这台车的话 我们歪歪一下 坦克100大概率是个1.5T的发动机 那配的呢要不是纵制的I706AT 或者说财福的纵制8AT 双离合辫子箱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长城从来没有造过纵制的双离合辫子箱 那么问题来了 长城真的会造一台坦克100吗 长城目前还没有任何对外的消息说 他们在研发坦克100 大家都觉得10到15万 如果有一台这么大的硬派越野车 真的很香对不对 而你要想想 通过以往精明的市场来看 这个市场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小众的 而且研发一台车呢 一般都得花一个几亿啊 甚至十几亿几十亿的成本 而且把一台硬派越野车 做大比做小要容易的多 这么小的车身 就得塞下一个纵制的动力总成 大量分动向四驱等等等等 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大家的呼声足够高 对我这个视频呢 点赞投币三连 这个长城的领导啊 一看这个坦克100呼声这么高 说不定天地良心之后 坦克100真的让长城给造出来 过年了哦 要分享哦